一个一个做法对吧 对 它会检查你的球牌的覆盖物 平整度 转 漂亮刚刚那个球 漂亮 插边 我想的话 不关是我想 他余紫阳肯定会去做这方面 我们看到在前三板的阶段当中 余紫阳还是处于 一个劣势的 你看这威胁不够大 打到后 8比6 就比较有力 漂亮 这个真的被黄志导预言中了 嗯 而且 怎么样 嗯 嗯 嗯 难 嗯 嗯 应该是跟 呃 比如说足球的黄牌应该是差不多的 比较不错的 嗯 在中国的很多的裁判 就是 也是应该叫公平化 往往的话 我们的明星 哇 有没有慢动作 如果有慢动作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教科师 又是一个 九八年的出生的运动员 这这批运动员是看 一点s了啊 哈哈哈 哇 不好啊 有些球想急于拿下啊 嗯 因为我觉得余子洋已经尝到 1比1 你看 更强劲 这个球完全 完全可以冲上去 哎呀 你看他随意打 可以看到 这种是等于像薄莎式的打法 就把他打乱掉 嗯 嗯 黄牌本身他是占优的 哦 运气球啊 嗯 这样的效果还 嗯 上拳球 拧的话 你不够压的话 一定会飞起来 哎 嗯 又出 一直在追 很难道 哎 变化又可以认证那个比分 哇 哇 好的 注意力比较集中 有了 别扣啊 哦 紧张啊 从这个动作当中可以看到 对 球发的很成功 啊 完了 漂亮 哦 终于在第三个局点的时候 余紫阳能够拿下 嗯 团队的精神 嗯 封住 漂亮 摆向结果 嗯 气势已经有了 嗯 嗯 嗯 漂亮啊 又靠 嗯 揭发球的话 我尽量不让你反手起来 对 方博已经忘了在这一局之前 施力的影响啊 一下子就是说 转 对 哇 哎 一转刚才拉着的球很转 不 能太球稳 嗯 还是得拼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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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长了 斗了 斗正少 你看 嗯 你看 又来一个 你看 好的 好的 他对于他来说其实压力也很大啊 嗯 漂亮 好的 哇 你要都忘了怎么庆祝了啊 对 这孩子都摔了啊 嗯 好了 恭喜余子洋 这是非常 嗯